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像是在新竹额梅只有8.8度 苗栗的头屋也只有9度 提醒大家清晨起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保暖 不过白天温度回升的速度非常的快 现在的温度也比前两天其实稍微好一点 我们就来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是16到26度 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 白天的温度是16到28度 东部地区是15到26度 澎湖地区是18到25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东19度 台中15度 台南18度 高雄现在反而只有14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中南部地区现在清晨温度反而偏低 就刚刚提到的辐射冷却效应 但是台北现在的温度反而要比昨天 稍微的高一些些 那么宜兰跟花莲现在是17度 澎湖现在是20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昨天开高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 四大指数的跌幅都超过了一个百分点 尤其是科技类股的跌幅都超过了两个百分点 我们来看数字 道成工艺指数下跌了543点 收盘指数是32254点 跌幅1.66% 纳斯达克下跌了237点 收盘指数是11338点 跌幅2.05% 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73点 收盘指数是3918.43点 跌幅1.84% 对程半导体也大跌了61点 收盘指数是2980.21点 跌幅2.01% 几个因素 那么事实上昨天所公布的 这个初次清理失业救金人数 显现的是失业人数是有稍微的往上增 而且另外一家人力资源公司 他所透露出来的2月份的裁员的人数 那么其实是创了2009年以来的新高 所以就这些数字来讲 都有助于联准会 那么未来升息不会那么的快速 然后升息的这个幅度不会那么的高 所以你看到美国的公债殖利率是拉回的 2年期公债殖利率拉回到4.87% 10年期公债殖利率拉回到3.907% 但是那么美国呢 出现了第一家受到了加密货币冲击而倒闭的传统银行 等一下我们会谈这个消息 所以呢这导致了地区型的银行 它并不是大银行 这种地区型银行的股价呢 是通通都被拖累大跌 另外一个因素呢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要从今年10月1号 他希望立法通过了之后呢 要科富人税 还有要把资本利得税 从现行的税率一口气调高一倍 这一些呢也引发了市场的卖压 所以我们就看到呢 美国股市开高走低 那么不但是收在最低点 而且目前呢 它的期货盘也还在下跌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牛约油期货价格下跌了0.94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5.72美元 跌幅1.23% 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1.07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1.59美元 跌幅1.29% 农粮价格全数下跌 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0.46% 芝加哥小麦期货下跌了2.8% 芝加哥玉米期货下跌了1.88% 在贵金属的部分则是全数的出现反弹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16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834.60美元 涨幅0.88% 芝加哥的期货小涨了0.07% 铜的期货上涨了0.3% 芝加哥的期货则出现了跌升反弹 上涨了0.93% 美金指数的部分呢也因为美国出自情敌事业 究竟人数超乎预期 所以其实美金指数是拉回的 下跌了0.36%来到105.28% 所以你看到不管是美国的债券市场 汇市反而反映的是 工业这个就业市场的数据 似乎显现出来可以支撑联准会 不要继续的快速升息 而且升得更高 那么可以缓和一点它的货币政策 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的 不管是加密货币影响的传统银行 或者是美国的加税 都对于美股呢产生不利的影响 至于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是涨跌互建的 英国金指数800股价指数下跌了49点 跌了0.63% 8580正商公会指数小跌了8点 跌幅0.12% 德国法兰克指数则是小涨了1.34点 涨幅0.01%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我们先从拜登呢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提出他的加税方案 为了要缩减赤字 所以呢他的加税幅度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还蛮大的 当然第一个部分呢 他是针对极为少数的 年收入超过1亿美金的 那这在美国呢 其实也只有0.01% 要科增至少 25%的富人税 但是呢 另外还有针对的是 中产阶级 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 大概和台币1200万 新台币的美国民众 上调联邦医疗保险税率 从3.8% 调高到5% 增加一点多个百分点的 这个税负 那么另外呢 联邦企业税也从21% 调高到28% 对股市影响最大的 就是资本利得税 从现在的20% 一口气要调高到 39.6% 他就是类似我们的 这个证券交易所得税 那他们是有科的 但从20% 要调高到39.6% 这当然对股市 是有影响的 当然这件事情 还必须要经过 美国国会 但能不能到通过 现在还在未定之天 理论上来讲 众议院共和党把守 所以可能性比较低 但是呢 这个还是会对于 信心产生影响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呢 昨天所公布的 初次请领事业救金人数 是21万1千人 比预期的19万5千人 要来得高 那么这件事 当整个的 这个初次请领事业救金人数 仍旧是维持在低档 历史性的低档 但是呢 这个意外的增加了 初次请领事业救金人数呢 还是引起了市场 小小的一个 这个期待 期待连准会下手 不要再这么重了吧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的人力资源公司 Change of Grey and Christmas 它这一家公司呢 它的报告 今年1到2月 美国企业的裁员人数 已经触及到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准 1月跟2月合计的裁员人数 达到了18万人 其中呢 还有三分之一 都是来自于科技界 而且呢 它还补充报告 美国企业呢 宣布计划 要在2月的时候 雇用28,830人 但是这跟去年的2月 那时候要雇用21万人 其实整整减少了87% 好 所以从就业数字来看呢 确实已经看到了 有一些失业可能要增加一点点 裁员人数要增加一点点 这个让市场昨天一开始的时候开高 因为认为联准会的基调 可能会放软 但是呢 后续的效应 大家就看到了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加拿大跟马来西亚 昨天呢 都举行了绿域决策会议 加拿大跟马来西亚都决定 按兵不动 不升息 对不升息 那加拿大呢 它是G7国家当中 第一个停止升息的国家 那么去年呢 它已经八度升息 那这一次 就先暂停 希望不要影响经济 而马来西亚呢 则是去年也四度升息 那么这一次的停止升息呢 已经是连续第二次的停止 就是连续第二次的 这个暂停观望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被加密货币扫到了 那么FTX破产了之后呢 有一家传统的美国银行 Civigate 它呢 本来是一般传统的小型的 地区型的银行 但从2013年开始呢 它收受以加密货币 提供的存款服务 所以呢 它就在这个业务上面 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最后就成为专门 收受加密币的 一个存款服务的 这一个银行 结果呢 在去年因为FTX的破产事件 导致呢 许多的客户 必须要狂领相关的存款 那么它就没有办法 来得及支应 所以呢 昨天宣布 无力经营 而且呢 要进行清算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 另外一家地区型的银行 叫做SVB Financial 它也是呢 现在要打算呢 出售股票 来弥补它的亏损 所以呢 这个消息呢 都使得美国的地区型银行的指数 狂跌了8.11% 这里面呢 宣布要无力经营 进行清算的Civic Gate 狂杀了42.16% 而刚刚提到的SVB呢 也狂跌了60.41% 这当然影响了 这个金融类股的 这个表现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荷兰 荷兰呢 那么它的禁止令呢 现在要再扩大 之前已经配合美国 所有的极紫外光的光刻机 或者是曝光机 那么通通禁止销往中国大陆 但现在要再扩大到DUV 也就是生子外光的光刻机 这个当然就对于 中国大陆要发展的 金元代工的 比如说中芯国际 华红半导体 都有极大的影响 不过埃斯摩尔呢 强调不是所有的DUV设备 都不能够提供 而是只有最先进的机台 但这个最先进的机台 等等细节 荷兰要等到今年的 夏天的时候呢 才能够确定 到底情况如何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昨天公布的 通膨数字 那么在食品价格 回稳的情况之下呢 一月份的 二月份的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只有1% 创了一年来的新低 而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呢 更是年减1.4% 这个呢 让中国大陆的经济 复苏这件事情 又划上了一个问号 因为如果消费力道 真的已经出炉的话 为什么通膨呢 反而是往下滑的 这一点呢 也使得昨天陆港股呢 是下跌的 上升中和指数下跌了7点 跌幅0.22% 深圳沉嘴下跌了18点 收盘指数11579点 跌幅0.16%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14点 收盘指数是19936点 跌幅0.57% 而且跌破了2万点 接着呢 我们再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是开高走低 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走势 开高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下跌了47.54点 收盘指数15770点 跌幅0.3% 成交金额2520亿元 昨天开高 因为美股的上涨 但是呢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在平盘之下 而且呢 但所幸是守住了 五日线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外资连续第二个交易日 卖超 卖超的幅度呢 是126亿元 投信呢 则连续性的买超 买超了12亿元 而自营商呢 则是转为卖超 卖超11.5亿元 昨天呢 主要支撑盘面的 是高价股 好 那在普瑞呢 他的这个除息啊 很快的填息的激励之下呢 包括翔索呢 都一度曾经供到了涨停板 好 那不过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普瑞呢 又跌回1000元以下 所以呢 现在这个台北股市呢 有8家公司 他的股价都是超过1000元 这个呢 是让台北股市昨天呢 虽然开高走低 但跌幅呢 不会太低 不会太重 然后呢 可以维持五日线的重要原因 因为我们再来看到 昨天呢 陆委会呢 正式宣布 从今天开始 恢复开放 两岸之间呢 多了10个航点 包括了中国大陆的 这个南京 广州 杭州 武汉 重庆 深圳 福州 青岛 宁波 还有郑州 另外呢 也开放了13个航点 包括了沈阳 无锡 海口 长沙 西安 济南 合肥 南昌 天津 温州 大连 桂林 徐州等13个航点呢 可以开放包机直航 那么这些呢 都是在2020疫情爆发之后呢 那么看到的逐步的开放 在疫情之前呢 那么中国大陆可以两岸直航的航点 多达了61个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诈骗广告 政府终于动起来了 金管会呢 跟谷歌啦 还有这个 这个脸书啦 以及相关的部会呢 达成了协议 那么只要碰到诈骗的广告 是由政府来通告 那么他们就必须要在 八个小时之内下架 那现在关键点就在于 那这些诈骗广告 要向哪个政府机关去检举 而政府机关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 去通知Google 还有FB 还有包括了他们 如果八个小时之内 没有下架的话 有没有惩罚机制 这都是后续该观察的点 我们休息一下 这个选择 有为何 就会给 baixo 就会说